新女鬼鬼祟祟来到神明厅 东张西望后见四下无人 竟将神像身上的金牌偷偷取下 迅速拿了就走 但这还没完 她过几分钟又折返回来 先将刚刚偷来的金牌塞进包包 接着又到另一侧拿走其他金牌 无主事后发现金牌遭妾立刻报案 没想要掉约监视器一看 竟是儿子的朋友 警方发现女子行妾后跟男友骑机车离开 以车追人很快将她逮捕归案 女子这才公称因为缺钱 跟男友当时刚好在附近 临时跟朋友借厕所 没想到趁上厕所时 她瞄到神像金牌动了贪念 趁机偷走四面金牌价值三万块 由于她有毒品前科 金牌也早已变卖换钱 警方不敢大意要持续追查 金牌流向 女子到案后也坦诚犯行 只是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让屋主儿子实在也没想到 好心借朋友上厕所 竟是让小偷有机可乘 这下施了钱财也没了友情 三集新闻梦皇家狠台北昌宝